我败 这样说 那个首先 一个眷权的社会会有三个部门 第一部门是政府 第二部门是企业 第三个部门是人民 大学是一个独立 不属于三个部门的一个非常独立的一个团体 所以有四个部门 那三个部门会有一个关系在台湾 叫做政权会有问题 企业会倒闭 因为他只有十三个调述 人民最有趣 所以我们现在讲的是第三部门 一个国家的文理指标是看第三部门 绝对不是看第一部门跟第二部门 所以第三部门怎么样被empower 也就是我们大家的力量 其实还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那加安松的Biol 他已经产生一个 足以让台湾人骄傲的一个公民的力量 虽然还没有出口 我们现在帮他想出口 那十几万人如果 我以为是十几万人因为有两机制 如果那个没有出口会变成合命的妖栏 那那也是一个出口 可是如果有更好的出口是怎么样 那我们可以来想一想这个事情 所以这是第一个 那因为这个意思呢 所以信通到底有没有什么机制 它是一个法律机制目前 可是它也是一个社会机制 为什么 为什么它是一个社会机制 各位有没有想过脱孤就是信托 两岸交流的时候很多人脱孤 把小孩子带到台湾来养 那个没有法律的那个依据 可是把你脱的好好的 因为信任是不需要法律的机制 可是他还是可以执行 可是那个叫私利信托 因为他的受益者就是 那个我脱孤的人 你们其他都没有资格 他私利信托 现在他讲的是公益信托 获利者受益是不特定多数 每个人都有机会 享受海风寄养 鹅啊海牛 不是吃海牛 是搭海牛车 OK 那因为海牛车的事情 我们称为叫自然资本 这个非常重要 现在全台湾都被踏扰在22K 因为我们台湾好像目前 剩下只有经济资本 其实当然重要 没有问题 可是对不起 我们这整个社会的幸福 主要来自很多资本 经济资本是其中一个 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还有叫自然资本 文化资本 以及社会资本 刚刚加上说那几万是社会资本 然后呢 自然资本就是 我们有几次 世界国民信托的 一个秘书长来 龙猫 托托托的基金委的秘书长 在折越来 他只有说只有张开卷发 哪有这种地方 世界起的 他讲这是英国人哦 他讲这是世界起的地方 坐着海流车进到海洋里面去 然后看到 到鹅阿田 然后吹着海风 那这个事情 坦白讲是那么的惊艳 那这个说明什么意思 这就是自然资本 那重点在什么地方 你有好的文化资本 自然资本跟社会资本 自然而然会带来经济资本 这个是很多的发展社会学校 发展经济学校 都已经说了事情 但是你反过来刚好想管 你要追求经济资本 对不起 你把那个社会资本 国贸资本 自然资本干掉 经济资本会穷到 只剩下有钱 那这个事情 是已经正在发生 那台湾有没有看到 可是现在被套牢 所以我们怎样 想办法把这样的一个信托 当做一个机制 来看看 所以刚刚讲的一个托托 是一个私益信托 那我们先不要想到信托吧 你们有没有听过联合国托管 这个就是信托吧 联合国的托管也是信托 台湾有一阵子 在韩战期间 我们已经提议说 台湾让联合国托管 已经到那个地步 差一点托管 今天后面历史完全不一样 后来韩战一发生 除了美国希望需要台湾 好够毛链 整个都倒过来 各位 那个托管也是信托 所以一路走来 大家包括在日本现在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感恩奖 那个现在还是儿童一路院的名声 你们如果到很多地方去 它叫感恩奖 讲话来讲 那个看起来没有什么 我们在华文的意思 但是它是一个18几年的一个大饥荒 然后把钱汇成起来 然后用了钱买公田 我再讲一次 把它用公田来生产粮食 来让鸡方的人可以吃到粮食 然后这个感恩奖 现在变成儿童的义务院 到现在在很多都市还有 那个是确实是公益信托码 这样的想象 所以一路走来 我们的信托已经在信托码里面 有依据 那个是在公益信托 那么都必须要有主管机关 那个我们也都说没有问题 它就主管机关 但是对不起 像环保署它处有 农委会就没有 主管机关必须要有一个办法 要通过 那环保署后来有了 所以才有自然骨 那个第一号的环境的基地 信托基地在主东 但是农委会呢 它认为它是要被并购了 它说组织账号 未来没有农委会 它就完全没有做信托这一块 所以到现在为止我们还不能买农田 照理讲刚刚赶恩奖已经做了嘛 就是它还可以买农田 我们也希望我们可以买一些农田 恢复农作用自然农法 而不是把农田一拿出去完全回不来 现在调的农田是农地 农地再建条例 而不是再生条例 农地就是永远再建 那这样的条例其实对农田很不公平 那它不能变成公共财 那就很可惜 所以我们很希望借着人比的力量 买下各种各样的公共财 而且刚刚家安通讲过了 抢救是我们的重点 抢救是重点为什么 因为抢救的过程 我们可以在最短的期间 把钱汇整 而且用现钞 而且可以抢价 我再讲一次 但是如果你交给政府 最近也还不是一次 听说被指定就连夜敲掉 连夜把它干掉了 多得很难 因为你政府的这种制度不友善 所以你要跟 要让人民在前面先抢救 抢救下来 把它变成永远的公共财 放心的 你国家指定 那就放背包 现在不是 现在给你指定就把你判死刑 所以我看到很多的古迹 其实是完蛋 所以这个事情我知道 在信通的过程 怎么样让你 在抢救文化跟生态 来不能够着力 而这两个 刚好是国民信托的重点 其他依照公益信托法 有各种信托 包括有社会信托 交易 公益信托都有 其中两个最大的社会信托 他就是王武庆的 爸爸妈妈的名字 没有用信托的机制 在处理事情 要用基金会的方式 再用利息 都是结税 其实已经违缓公益信托法了 因为公益信托法 是要求你要用本金 不是用利息 用利息的是基金会 那是财额法人 公益信托不是财额法人 不是社稳法人 它是一些组织 可以透过企业信托 遗嘱信托跟宣额信托 可以有公共财作为标的 然后是用本金 来维护这个公共财 用满债 用满债 可以募款 而不是用利息 可是现在两个最大钱的140几亿 两个用王武庆的爸爸妈妈的名字 用的公益信托 他现在还是用利息 其实他就是 他不是公益信托 所以这样的论点各位可以理解 怎么样让人民的钱 可以变成一个 我这么叫人民财款 我就刚刚那个家人朋友也讲 我们的人民财款 比任何的企业财款多大 因为每一万个人 每个人拿出一块钱来 他的力量比一个人单独 拿出一万块来大一万倍 企业财款可以拿出两亿 那也只不过一嘛 可是呢 两百万人 拿出多少钱来凑成两亿 那是两百万的社会资本 这个可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想法就是 公益信托 在这样的情况下 就是可以发展出 刚刚的契约 遗嘱跟所谓的宣言信托 类似 当然现在它是个法律机制 所以我们非常欢迎 法律的同学和老师们 来做进一步的修正 因为现在的公益信托法 一样跟游行集合法都一样 都是不友善的法 因为它抄得太快 它抄日本抄得太快 把人家的宣言信托 插来结果不会用 听懂我们抄来了哦 结果那边发现说 这个不好用 所以把宣言信托拿掉 结果我们照抄 把旧版的插来了 人家新版没有宣言信托 所以我们台湾变成全世界信托 最限定的 因为你们有宣言信托 所以我们不会用 到现在没有一个个案 因为宣言信托在日本 被黑道哪来用 黑道信托 左手交给右手 然后用信托来管理酒店啊 管理那些赌场啊 那这个事情 他们也知道有问题 那你还放在这里 我们只能洗脑说 黑道不要看到 这个现任信托 不然台湾变成就会变得 会被雇用 所以这个意思 也就是说 它是个法力机制 可是还是不太友善 特别是政府官员 大部分都不知道 我们要一面教他们 然后一面一起做信托 我想加拿中最清楚 教了张瓦的县政府的 还有教了中央政府 那就是我们愿意做 但是这个事情 要做这样的处理 所以严格说起来 公平信托它有 很有可能把那个 人民的力量带起来 社会运动的光谱很大 从走上街头到 到这个非常有 有幸福感的 国民信托运动是号称 非常有幸福感的 的环境运动和社会运动 因为你交了一个小钱 发现一个梦想达成 各位看看 我交1192 交了两 我也加入了 而且我加入是因为人家 我的学生要结婚 所以这个是做礼金最后 结果我到时候都没有机会 把这个礼金给他 但是我们已经成功了 事实上已经成功了 所以他们有利益 他们就到彰化去 在海边走一趟 我觉得这个很好 那他这个有幸福感啊 所以我觉得在未来 我们已经跟很多国家产生了一些连结 特别是日本 因为龙猫的信托基金会 有到家里这边来 参观 然后家里到龙猫森林去 那龙猫的森林是 目前在日本是用儿童做国民信托 非常令人感动的一个个案 各位一定知道龙猫森林 所以龙猫森林在后面当作主要的金主 号召全日本的儿童 在真正的龙猫的粗盐的地方 开始买森林 也就是齐立县的霞山地区 如果你们看龙猫的那个托童 就是他会显示是霞山地区 他就在里面开始买森林 买了21号 上以12月来说买22号 那我们现在想要做一个合作 他们在下礼拜的一次会被谈 就是他跟家长说谈了 所以那这几万人他带上一边 事实上还蛮危险的 就是很生气啊都没有出口啊 怎么办 我们里面输出一两万人 说如果你愿意 你是不是龙猫23号森林 叫龙猫台湾森林 就是那个地方叫23号 是让台湾的人来过门 那里面的一些人从里面 他哪有出口 他比如出一样是119块一样 用119块然后更多人 然后来买那个龙猫台湾23号森林 就是在西医院 所以我们在日本 我们就有一个森林 大概我们不能够说我们的主权 但是至少我们跟其他的国家一起 保留我们的未来 保留更多的碰碰产 所以这个事情正在发生 那基本上我们希望各位听懂这个信托的意识 他不只是法律 其实他有很多的社会资本的在情 那么很值得来做推动 那么信托可以做到很多事情 等一下您今天董事长来 他会跟你讲说怎么样 借着信托要把那个黑心的工厂叫大同 要把大同买下来 然后转成社会企业 然后让消费者成为股东 然后里面的生产者成为股东 然后转成社会企业以后 然后再用赚了钱 做一个全台湾民间 最好比国家还好的经验寄购 他在想这个问题 那这个当然是信托也是顾问可以做的事情 所以等一下您董事长会来 就会来理想 所以我大概以上更多一些会想到这里 等一下再来做 谢谢